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起来观修寿命无常的引导 那么光独自离世而修无常 那么这个光独自离世是光我们十万的情景 其实这不仅仅是观修 而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 那么因为这个无常迟早它都会到来 那么通过观修自己死亡的情景的话 就会强烈的鞭策自己升级处理性 以及对三十三宝升级祈祷心和精神修法的精进性 那么以前奇美人真康布在讲观修死亡的时候 也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视为死亡 晚上临睡的时候也要视为死亡 观修的时候也要视为死亡 那么这样横时窜息的话 就好像平时清晰的观修本尊一样 我们也要仔细清楚地观自己死亡的情景 那么才会达到效果 那么这并不是让我们观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死亡是必定会降临的 不可能避免的 死亡到来的时候 祈祷要是佛 禅寿佛 那都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们观修别人死亡的情景是不够的 还要观自己死亡的情景 平时我们也观过别人死亡的情景 例如我们学院 每天中午都会有几具尸体 这个放在小斯托林 深重在那里给他们修波瓦超度 那么我们到斯托林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每天都要扛几具到十几具尸体 天葬 如果无成光修得好的话 那么看到这些就会想到 哪一天我也会这样躺在那里 也会被抗 但如果观修得不好 观别人死亡就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观自己死亡的情景 就是要提前为死亡做准备 以前有一个老父亲 他的儿子出家了 有一次他问儿子 你出家修行 能不能告诉我 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当儿子说 我又没有死过 我怎么知道 那么父亲说 你不是一个好修行人 真正好的修行人 就像死过几次一样 同样的 如果我们经常观修自己死亡的情景 那么自己真正死亡到来的时候 一直是有准备 再者平时可以鞭策自己 真正的对轮回升起处理性 对修法升起精进性 对上师三宝升起祈祷性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观想自己死亡的情景 躺在最后的船上 因为死的地点 死的因缘 死的时间 死的方式都是不定的 那么我们躺在最后的船上 到底是躺在医院的船上吗 还是躺在家里的船上 还是躺在室院的船上 还有可能躺在路上 例如突然出现车祸死亡 这也是不定的 假如躺在医院的船上的话 我们旁边都是医生父事 这其实是不幸的 往往死亡的时候 父事还要给你按摩抢救 其实我们人死的时候 最好八个小时 累不要动它 因为神是离开时 就像活的乌龟脱颗一样 不能动 所以死在医院里是很可悲的 那么死在家里的话 假如家里人不信佛 躺在最后的船上 旁边亲人在那里哭哭啼啼 又会引起我们贪恋亲人 而不能进入真正的观修境界当中 所以最好是躺在室院的船上 旁边有人帮我们坐面 念佛号或者修破瓦法 这是最好的 那么再说的最后的语言 修得好的人 可能最后在念佛 在自己修行的境界当中 那么修得不好的话 可能有的人在想 我的钱怎么处理 我的银行卡怎么处理 或者财产 房子 轿车 还在想到自己的遗嘱 那么在扎个善法里面讲 一个人在快要死亡的时候 还在吩咐遗嘱的话 是下等的修行人 修破瓦法师也讲过 平时要好好地忏悔 自己惋惜的罪业 那么到死的时候 争取自己的罪业得以清净 再者要看破 放下对财产的贪执 最后最好能够把财产 全部供养给三十三宝 然后一心一意地念阿弥陀佛 或者自己修破瓦法 那么修行到这种境界是最好的 再一个就是吃的最后的饮食 那么有些人可能吃都吃不下了 有的可能喝点水 接着就是奄奄一息 一般病到了极点 或者老到了极点 就要面对死亡 那么也可以这样思维 思维我们开始生病 住进了医院 输液 身体慢慢慢慢消瘦 躺在病床上 夜不能寐 被痛苦折磨的 已经接近死亡的痛苦的情景 不要观想别人 不要观想别人 要观自己亲身经历这些痛苦 一般一天要观六到七次 横时观自己死亡的情景 那么这样自然就会有一种修行的力量 先观自己死亡的情景 自己躺在最后的病床上 说的最后的语言 享用最后的饮食 从我们自身的感受来说 那么修过普尔法的就知道 隐磨次第会出现 也就是说死相会出现 那么就会出现五根隐磨 四大隐磨 明 真 德 这三种次第 首先我们眼睛看东西 慢慢慢慢就变得模糊了 接着就看不见 即眼根已经隐磨 耳朵只听到了温温的声音 听不清楚 这个就是说是念经呢 还是在说话 或者是听的声音 是从远处传来的 这个就是耳根慢慢慢慢隐磨了 鼻子嗅气味也嗅不到了 即鼻根隐磨 舌头也品尝不出味道 即舌根隐磨 接着自己对所接触的东西 没有感觉了 即身根隐磨 这就是五根隐磨的次第 那么五根隐磨了以后 眼前的世界就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 亲耳所听 亲眼所见 那么我们对五根所接触的六层 特别执着 其实到死板的时候 人间的一切的景象 在我们面前全部都消失了 观到这里 我们自然会看破世界 那么现在世间人 一般提到死字就很忌讳 其实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那么真正死相出现的时候 五根隐磨 眼耳鼻舌身 五根所接触的舌身香味处 全部在自己面前消失 人间的显现都没有了 所以平时我们贪这些干什么呢 死的时候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贪一辈子最后全部消失 而我们造的恶业 却会牵引我们多了伤恶去 所以从自身的感受来看 首先是五根隐磨 接着就会有四大地水火分的隐磨 第一大就是自己的肉和骨头 五根隐磨以后 肉戒就会融入地大 我们身体会感觉像堕入坑中 或者被伤压一样的沉重感 有的人没有这种知识的话 就会感到很害怕 口中会喊得向上拽我 或者将我的枕头垫高一点点 这就表示肉戒融入地大了 那么接着就是我们身上的水的部分 血液啦 口水 鼻涕 尿液等等 这些血戒融入水大的时候 就会流出口水或者鼻涕 或者小便控制不住 身上的液体没办法控制 这是肉戒啊 这个血戒融入水大 那么接着我们身上的温度啊 它属于暖戒 当暖戒啊 融入火大的时候 我们的口鼻全部干燥 体温从边缘向内收 这个时候有的人 头顶突突地冒出蒸气 最后接触尸体 就知道身体是冰凉冰凉的 身体就没有了温度 那么我们身上 还有扇形风阻呼吸 下形风阻排泄 平柱风维持体温 变形风阻散下流动 那么当气界融入火大的时候 这些全部收在使命分当中 以至于我们吸气非常困难 气息从肺部经过黑白咽喉 而剧烈地向外敷出 体内所有的血液收集在命脉中 心间依次流出三粒血 于是长长地呼出三口气 外气就让中断 四大隐磨的最后 就是气界融入分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外气就中断了 一般医学上就是指死亡 但这个时候内气还没有断 虽然我们的呼吸没有了 但我们的神死还没有离开身体 所以一般在死的时候 不要动这个身体 这个时候动的话 跟活的的时候一样痛苦 这是外向上死亡的过程 我们内心的感受 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从外人的感受看来 来看的话 我们使的话 医生会用白布 把我们的身体盖起来 亲人们准备的办理后事 在占地 自己的遗体会送到斯托林 举行天葬 或者自己的血肉之躯 被阴灸吞食 那么在世界上就没有了 如果死在城里面的话 自己的遗体就会被 抬到太平间半几天 然后亲人离开 万籁聚集 再过两天 尸体就被会抬到火战场 最后火化 烧成一把灰 那么死在乡村的话 可能自己的遗体 就会被抬到墓地 埋在土里面 我们的亲人 把我们的遗体 或者骨灰 和埋葬了以后 我们的粉末就孤零零的 春夏秋冬 只有写着自己名字的石碑 和自己相伴 春天虽然来了 也是寒春陡峭 夏天也是孤零零的 秋天冷风涉涉 冬天长流的冰雪 自己完全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么每天这么想到自己死亡的情景 自然自己就会生起一种很强烈的处理性 我们要看破今生 今生一辈子的努力 又有什么用呢 死亡到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情景 那么这样观想以后 我们为了消除死亡的痛苦 就会虔诚地祈祷上师三宝 附佑我们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实 那么通过这样观修以后 我们再去诵经啊 礼佛 绕塔 就会有种动力 有种真真切切的处理心 慈悲心和经济心 通过创洗死亡的情景 那么对我们的利益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种死亡的情景 很快就会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 只不过迟早而已 没有必要逃避 那么特别是我们修行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走一走 看看他人死亡和这些盘生被宰杀的痛苦的场面 就会体悟到死亡的恐怖和痛苦 也就会想到自己以后要面与这样的痛苦 那么刚才讲的死亡是一种受终正寝的死亡情景 但前面讲的死期不定 死的因缘 时间 地点都是不定的 假如遇到了狠死的情况 就没这么安详 突然遭遇车祸 突然掉到水里面 突然被火烧 突然地震 那么那种死亡就更恐怖了 所以敢在死亡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想到自己今后要面临的痛苦 我们生起真正的恐惧心和艳丽心 那么这样所做的善事的功德也会增长 你的出离心自然会增长 对善事三宝的祈祷心也会更虔诚 那么修法就会有更大的力量 也会更精进 所以为了我们不久就要面临的死亡情景 我们当下就要抓紧时间 精进地修行 精进地为死亡做准备 那么作为修行人和世间人是不一样的 世间人往往一提到死 就会很忌讳 但当死亡真正到来的时候 就换了手脚 手抓胸口 追悔墨迹 而作为修行人 我们不是逃避死亡 而是要面对死亡 当下就要精进地修法 修到有一定的把握 所以暂地很多老人 越老他就越高兴 因为他想到死亡到了的时候 他能够坦然面对 能够离开这个痛苦的轮回世界 能够往生轻轻地擦土 所以他很快乐 那么我们今生有机会得到霞满的人生 遇到了佛法 遇到了善知识 可以为自己的死亡精进地做准备 文师修持佛法 所以大家每天早上起来 晚上睡觉 修法前都要观想一会儿自己死亡的情景 我们的修行自然就会有种动力 修行才会真正地入于这种观修的境界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修法 时时想到自己死亡的情景 自然就会静静起来 下面我们就要观修这里做回向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